今日經濟日報推介大家留意可以自家6690 選擇原因是港股持續回穩 可以留意政策受惠股 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 會議當中提到 鼓勵有條件地區開展農村家電的更新行動 實施家具、家裝、下香補貼 家電股是看好可以自家 可以自家今年頭三季的盈利 錄得19億3千萬人民幣 按年增長5.7 在原材料價格高期的情況下 毛利率按年擴張2.2個百分比 去到30.2% 比市場的預期更好 可以自家昨天收報33.15元 升了超過5% 策略上建議在31元附近吸納 目標上往是38.5元 跌穿28元就要減持